政府昨晚宣布 首批24名宣誓的區議員 其中7人宣誓無效 包括楊雪瑩、梁柏堅、韋少曆、蘇逸恆、 陳榮泰、黎子欣、彭卓奇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表示 宣誓時有一系列法律跟隨 亦有向相關議員發信要求澄清 回覆信內容並不是只有一句 而是有很多內容 有清楚列出不符合的理據 而遭取消資格的梁柏堅就表示 政府的回信沒有對他們的深述作回應 只有一句不信納 他說自己已經作出了合理的解釋 但政府就沒有就他的結論作出解釋 他表示作為民選議員 已經盡力捍衛選民神聖的一票 比起很多人已經算幸運 而另一名區議員陳榮泰就指 被撤消資格的原因 和借出場地做民主派初選票站有關 他向當局解釋只是配合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民調 而自己只是站在門口監察 並沒有收集任何資料 但政府依然不信納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就認為 七人被取消資格和民主派初選有關 他表示 事件對民主黨會員大會會不會派人參選 沒有太大影響